紅白狼瘡患者對自己的照顧是很重要的 當然是急性發作期的時候需要醫生養物來控制 但當你平時穩定之後就要靠自己預防復發 我們知道復發都有很多原因 但能夠自己掌握到的就是生活的態度和習慣 如果你能夠有充分的休息 有充分的運動 還有有好好的情緒調整 其實對病發的機會是有大幅的改善的機會 因為我們發覺很多時候 生活上有一些事情 令到他很不開心 或者工作上有很大的壓力 都會令到病情不穩定 所以我們希望 特別留意自己的情緒 我們在調查發現 有三成的紅白狼瘡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鬱和焦慮 很多人都忽略了 其實這方面是一個惡性循環 有紅白狼瘡 你有病痛楚不開心 就自然令到心情不好 但心情不好又會令到病情惡化 所以我們一定要破了惡性循環 我們醫生就是負責控制平程 病人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緒 控制情緒最後的方法 第一就是希望 透過做運動 每天能夠做到一個小時的大勇運動 然後就會令到睡眠的失數改善 你睡得好 情緒都自然會有改善 年輕的女生 第一次來看我的時候 她已經很累 臉是臉青口順白 原來她因為紅斑狼瘡的原因 導致很嚴重的噴血 當時第一次來看的時候 血色數只有7度 我們正常的血色數有12-13度 等於其他人的大約一半 所以由於貧血就感覺到很累 氣喘 甚至乎身體器官的功能受影響 但其實她這個病徵在過往一年 已經有了 但她之前 因為某些原因 都不想用西藥的方法去治療 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溝通之後 都發覺如果你再不治療 生命就會有危險 所以 我們斷定了 她有紅斑狼瘡 亦都斷定了紅斑狼瘡活躍之後 我們就開始用雷固醇的治療方法 一用雷固醇之後 她那個發炎的指數 就得到控制 她的血色數 就慢慢上升 兩三個之後 血色數 已經去到大約10度 當然我們都會給其他 用去補充她的鐵質 但她慢慢都看到好轉 白血球又好轉 血色數好轉 血小分好轉 肺炎支數好轉 她又覺得沒那麼累 原本她 臉有些紅斑的 得到改善 原本她因為紅斑狼瘡 有脫頭髮的 也得到改善 即是說 紅斑狼瘡 急痴急上來的時候 都可以對很多不同的器官 一次過受到影響 但其實是可以的 經過治療之後 她已經可以回到原本要做的事 原本因為太累 走兩層樓都做不到 但現在可以回到 她想要做自己的事 不過我們紅斑狼瘡的病人 都遇到一些挑戰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 女性 年輕的女生 發病 這個時候 通常都是組織家庭的時候 亦都是要生小孩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 他們面對這些問題 第一就是因為病 影響對她的生育機會 第二就是對她生育的時候 病會不穩定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都要 跟她有一個很好的計劃 有很多人 治療了病情之後 他們就可以 生嬰兒 有時候病情不穩定 有機會影響到生育的機會 但穩定之後 就已經沒問題了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